假如说谎会自己打脸 对了 昨天考试的结果是不是该出来了 对呀 昨天考试今天出结果嘛 也不知道能考多少分 我估计这次我肯定考不好 哎呦什么 八十三呀 我应该能考八十分吧 你明明自己能考一百分的 故意说八十分 这家打脸了吧 不像我 考多少就是多少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考六十分 嘿嘿 咬的你也不说实话啊 我还是考八十分 不像我 我告诉你们 我这次肯定能考及格 你们还好意思的玩呢 看看你们考试的成绩 咱们全校最差 耶 看来不是最差的 好吧 考的一般 哇 很好哦 全校第一名 耶 你约什么呀 没及格的家伙 好了 我把试卷发下去 回家让爸妈签字啊 嘿嘿 爸 我过学了 听说你们今天发考试成绩 考多少分啊 没法考试成绩啊 还撒谎 说考多少分 一百分 嗯 八十分 还不说实话 六十分 五十分 六十分 你 六十分 你 六十分 都没有吗 哎哼 其实我考了五点五 多出了零点五 你说说你 一点都不像我 你爸我当年上学的时候 回外都是一百分 哎哟我去 爸你非要摆什么能力 那我最近的妈也及格了嘛 哎哟什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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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成绩这个事就先过去了啊 我还有事要忙 你再不走 你的脸也真肿了